我們今天講到藝人 要搶男人 要搶女人 要搶感情 更重要的是要搶工作 今天剛剛上架的這個雜誌裡面 又講到隋唐幹掉張君麟 她搶到飯碗去當代言 但是是因為她打了五折 這個要搶工作 真的要拿出很多的殺手劍 這從林志玲到大陸去發展之後 台灣第一名模 其實就是我們的隋唐 你看包括西里人妻電影 還有大稻埕她都是女主角 現在這是影音 對 都是票房都是上映的 好 就傳出來 因為今年年初她自立門戶了 她離開她多年再陪她的凱惡 自立門戶之後 就傳出來說 她現在搶飯碗搶得很 因為自立門戶 要有業績 最近就來了 你看看 她這個打扮 這個女神打扮 我不是需要說這個還滿吸睛的 因為整個上面是個禮服 女神 她這種身材就那雙腿 可以這樣穿吧 七天網路點擊就好幾十萬 為什麼 這是新的廣告 談出來說 這廣告原來是 最早是我們九令代言的 一千萬 好 之前是林一成代言的 好 前陣子其實有看上 就是張君寧 張君寧開架是三百萬 張君寧形象比較對 因為她本來就是好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 是不是我們常常拿到了 真的 那坦堂怎麼拿到呢 外傳說她開架多少 兩百萬 坦堂怎麼會只值兩百萬呢 兩百萬才是剛才妳講的 蔡依林的五分之一 對 所以外面傳說你看 因為本來是鎖定是張君寧 而且談得差不多了 七七八八 最後去誰堂拿到了 坦堂拿到了 沙價 這個流血價 兩百萬 而且她之前在凱貨的時候 廣告價錢不是這個樣子 動載是五百到四百的價位 現在只要兩百萬 可是她拍戲的時候 卻並不是這樣 她拍戲的時候還是滿大牌 她最近拍一個叫徵婚起事 在裡面她有工作有規定 工作不能超過十二小時 而且常常跟導演就闢事密談 飽受很多很多大牌的待遇 她其實是很受尊從的那種 可是大家跑去問她了說 聽說妳最近都消價競爭 把那個價錢壓得很低很低 妳的酬勞已經從四百萬 降到兩百萬是不是 她說我告訴妳 絕對沒有這個事 她經紀人講 我們家堂堂還是一樣 她是四百萬 才不是妳們做了兩百萬 反正價錢隨她講 最重要的是先把工作搶到手 這個比較重要 在台灣看到女明星搶代言搶到手 在對…不是對 在香港也有男星 是要靠身段靠武打 來搶武打的角色嗎 對 這個人就甄子丹 甄子丹 Muscle男對不對 然後大家還記得 其他成績 跟另外一個Muscle男 趙文卓 他們合拍了一齣電影 本來要合作一個電影 叫做特殊身分 OK 那時候大家覺得 兩個拳腳這麼厲害的男人 一起這樣子 一定精彩死了 關於是我們這些對不對 那個女鐵粉都瘋狂了對不對 結果妳知道嗎 多好玩 結果才剛開拍 出事了 原來趙文卓說天啊 其實有個人發生大頭症 那個人是誰 就我剛剛講曾子丹 他居然當眾 在片場我們都在拍攝了 把劇本全部改掉 結果他說熱騰的劇本 一拿來他傻了 角色換了 人物也換了 那請問我演什麼 我還在那幹嘛 直接被換 他覺得不受尊重 可是趙文卓他就在微博幹嘛 他就公開講說 我跟你講 曾子丹這個人就是有問題 大頭症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 結果後來網友就覺得說 你們怎麼那麼吵 你們要不要打一架 兩個群角怎麼那麼厲害 真的耶 我還很想看這兩個人打 對 來打一下嘛 可是曾子丹他這時候就講 大牌就會講 我們在電影上可以打 趙文卓就氣都沉不住 就槍叫起來 他說我不管哪裡都要跟你打 我們都可以打 就一山不容二虎 這時候這個缺要找誰來 他找誰 好啦 找了Super Junior裡面的韓庚 從趙文卓換成韓庚 對 其實還滿好的 韓庚會打嗎 OK啦 比話… 人家是帥 韓庚就看他那張臉就好了 帥 人氣又旺 那些小女生 粉絲那就是票房了 可是被做掉了 又被做掉了 據說 據傳 因為這個曾子丹覺得說 不要啦 比他年輕 比他帥 對 太帥了 這樣搶我的風頭 這樣不行 就把他這樣硬生生的給幹掉 這樣就算了 他連監製也動手了 你知道後來那個監製是誰呢 就是成龍嘛 都是武打片嘛 但是我們的祖師也來 不會吧 據說也把他換掉了 這個動作呢 其實這個片子 後來有找了一個內地 非常年輕的一個導演 叫做譚兵 他火了 他就說 你曾子丹會不會 真的太誇張 就走紅之後就暴走 我要開記者會 我要控訴你 結果他就控訴了幾件事情 很可怕 剛剛不是講到成龍嗎 對 這個監製被踢掉 其實也是譚兵說的 然後另外一個 他又講了一個很可怕 他說據說我告訴大家 這個曾子丹的司機 把趙文族的司機給殺了 殺了會不會太離譜 然後後來這個事情 就進入訴訟 因為曾子丹覺得很生氣 就告了譚兵 其實曾子丹在過去 他從葉文紅了之後 常常就是有關 他大頭症的說法 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蔡翔基老師請問一下 什麼樣面向的男人 很可能是大頭症 我們的條件就是 成功之後的大頭症 所以他會出現一個 成功的特質 跟大頭症的特質 像如果是額頭高的人 這個額頭很高的人 那麼他世界上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如果額頭高又內情 就是往後 往後推 對 那就是成功之後 就會出現大頭症 就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這個眉骨這個地方 很高的人 眉骨很高的人 他的成功的機會是有 剎那間的爆發能量 所以他也有成功的特質 但是如果說眉骨高的人 但是這個眼皮這個地方 是凹陷進去的 那就是成功之後 也會有大頭症 那來第三點 就是顴骨的地方 就是這個 魚尾下的這一塊骨頭 這個顴骨 顴骨如果是比較突入 比較高聳的人 他比較擁有權力地位 但是相對的 他擁有權力地位之後 他也是屬於大頭症的一個人 等於權力地位 才能夠滿足他 如果沒有權力地位的話 他基本上 他就夠得很難夠的日子 很辛苦的日子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看鼻子 鼻子如果說這個鼻頭 非常的飽滿 但是呢 他的鼻子的這個鼻身 是比較瘦的 因為鼻子飽滿的人 鼻子比較窄 對 比較窄 比較窄 等於是比較瘦 等於就是鼻身看到的是 一條骨頭 一條線 對 但是鼻頭很飽滿 也表示就是說 他有賺進財富的能力 就有賺進財富的能力 也相對於某個程度的成功 但是鼻身見骨 就是骨頭跑出來 這也是有了財富之後 然後有大頭症的症質 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嘴唇 比較厚 比較飽滿的人 他人生衣食生活享受 也比較富有 比較不足的 也是某個程度是成功的人士 但是呢 如果說這個嘴角 他是往內壓 然後又下垂的話 就是嘴角壓垂 那麼也是等於 有了成功之後 也是會產生大頭症的 所以你如果用真子彈 來對你這幾個特徵呢 好 他的鼻子 這個鼻骨 是相當瘦的 那等於就是 他的鼻頭這個地方 有三團肌 表示就是說 他有能力可以賺進財富 但是鼻骨很瘦 也表示就是 賺進財富成功之後 他是有大頭症的傾向 那另外 我們看到的這個景榮 景榮之前也被人家講 他變成了厚的男人之後 好像有一點大頭症 他有符嗎 他有符合兩點 符合剛剛我說的兩點 第一點就是 他的鼻子 鼻頭有飽滿 有看到這個三團肌 就是鼻頭跟兩邊的鼻翼 但是他的鼻骨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很瘦的 很窄的 那看到一條鼻頭 五行在那個地方 第二 他的嘴唇飽滿 但是他的這個嘴角的地方 有往內縮 然後有微微的下壓 所以他的大頭症 是符合剛剛所說的條件的 兩種的面向的特徵 剛剛我們看到了 趙文卓跟曾子丹這兩個 為了在電影 這個搞得水火不容 但是待會兒還要看到 兩個人男子雙打 把大陸的野人給痛扁一頓 還有為了想要回到這個市場 想要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需要哪一些不堪的手段 馬上回來